这位是加农多夫 这位也是加农多夫 但这位是加农 这是野兽加农 这是扎野尔加农 那所以各位加农是不是加农多夫呢? 对我来说分别方式很简单的 人形态就是加农多夫 野兽形态就是加农 又或者说加农多夫的怨恨意念残留体 这个化身就是加农 不过无论如何在撒尔达宇宙里面 它几乎都是最后大魔王的存在 而我们今天就focus在人形态的加农多夫 大家都知道王国之类的Boss加农多夫 但是距离上一座黄昏公主的加农多夫 他可是隔了18年才再度登场 哇靠,孩子出生都成年了啦 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都不认识他吧 于是本期我们就开个新系列 萨达人物传 来探讨海拉鲁的人物 首期我们就来看看传说的魔王 加农多夫 加农多夫的前世 萨达宇宙里面所有邪恶的来源 是来自一个叫做中烟者的魔王 由于加农多夫法色和姿态非常类似中烟者 因此加农多夫也一直被公认为中烟者的化身 严格来说应该是类似继承人的存在 这是由于中烟者在死前留下的勇士诅咒 他会变成憎恨与怨念的化身 在未来不断徘徊 也有女神之学的萨达 与勇者之魂的林克 将无法摆脱这个诅咒 直到永远 不管是加农多夫他自己本身 又或是他意念的化身 他始终不断的困扰着海拉鲁这片土地 甚至旷野之息里面遇到的野兽加农 他的名字就是憎恨与怨念的化身 因此说加农多夫是中烟者的后续进程人 看起来是真有那么一回事 对吧 加农多夫的起源 在老任发行的第一款游戏 萨达传说 首先被定义的名字是加农 但其实最早根据制作组的反弹 他在开发的过程中代号是牛魔王八戒 就是牛魔王和猪八戒的合体 所以猪头形象的确是从西游记的灵感来的 嗯 你看看 以前的画面 是不是还挺像八戒的啊 不过那是加农也是所谓的野猪形态 并不是我们要讲的加农多夫 时间来到第三作众生三角力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出现所谓加农多夫的概念 根据说明书的说明 魔王加农曾经是一名被称为加农多夫的人类盗贼 只是最终的魔王已经是变化后的加农就是了 直到实体开发的时候 加农才出现成为一个绰号 定义为变身野猪般的野兽石的名字 而加农多夫也被定义为一个人类形态 这定义也被写入海拉鲁历史百科 其实加农多夫的全名是 Garondorf Drogmere 也有不同的名称Mendorf Ganon 根据英文版的说明书描述 这个称号的意思也就是他的职业 魔盗贼加农多夫 背景与初次登场 于是来到实体游戏在十字游者的时代 海拉鲁的西南边境地区 那是个物产贫瘠的格鲁德沙漠地带 因此那边大多是强盗和小偷的无法之地 那里的种族格鲁德族 是一个全由女性战士和盗贼组成的种族 每一百年来只会诞生一名男性 而这名男性天生就会是格鲁德的王 至于一万年来会不会有一百个加农多夫咧 这就不得而知了 格鲁德双方案女巫小梅和小竹 是他的奶妈 同时也是十字游中的boss之一 在龙之类的动画中 加农多夫背后这两个看似与众不同的手下 也被认为就是加农多夫的奶妈 小梅和小竹 这是一个对十字游的致敬 而加农多夫虽然说是成为了格鲁德的王 但只能说是一群盗贼的首领 但由于天生带来的神秘魔法力量 也因此他也被称为魔盗贼加农多夫 加农多夫在十字游的时代 假意降服了海拉鲁王国之后趁机叛变 这让王国之类龙之类的剧情是不出一辙 这也是王国之类对十字游的致敬 之后他利用他奸诈狡猾无情的手段 控制了整个海拉鲁王国 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得神圣的三角力与海拉鲁城 要当个城主也没有那么困难 来个Hustle Castle休闲一下吧 这读取画面梗根本是最后的晚餐啊 Hustle Castle围绕着三大重点 第一重点 介绍城堡 游戏都有Custle了 能没有城堡吗 各位你看看 我不断扩大城堡 我还能客制化自己的城堡风格 为了撞大我们的军队 我们就在这喧嚣的城堡生孩子吧 至于孩子出生长得不像爸爸怎么办 假如能够更强 Who cares 呢 接着第二重点 冒险 这玩法好像面熟面熟的 好像在某些YouTube广告都有看过 但这只是让你轻松一下 主要重点还是史诗般的战斗 看看我的阵容如此的坚实 其实这是我算过的 不同的对战有不同的组合攻略方式 而且魔王部下送的金币还有宝箱 God damn 没错 根本就是以战养战 真不知道我是强盗还是王国呢 最终我们还是要救公主的 只是这个公主的脸突然有点硬了吧 拳头硬了 就是想打人 那就继续来去第三重点 对战和活动吧 参加竞技场和别的玩家对战 又或是参加活动取得更好的装备 建造 冒险 对战活动 三种环环相扣 God damn good 我的四组 加龙多夫的小城堡现在成立了 虽然这四组名称听起来不是很激励啊 但是快来加入吧各位 请参考资讯栏或是扫描QR Code下载游戏 所有新玩家在安装之后 都能获得额外的特殊奖励 包含1000克钻石和5个食物箱 让你更快的level up 快点点开资讯栏连结或是扫描QR Code 安装Hustle Castle来打造你的城堡 并且来一趟精彩的冒险吧 回到我们加龙多夫 在本传中一共出场几个地方 刚提的是十一迪的加龙多夫 登场的地方还有风之律动 绑昏公主 还有王国之雷 那各个时间线的加龙多夫又是如何呢 风之律动的加龙多夫 比以十一迪那白龙虐舞蹈的加龙多夫 风之律动的加龙多夫的邪恶动机 反而更令人值得同情 他为什么想要征服海拉鲁 因为他和他的人民只能生活在严酷的沙漠 大家都知道格鲁德沙漠物资非常缺乏 加上还有不稳定的气候引起了沙尘暴 他希望可以带领他的人民征服海拉鲁 他觊觎的就是翠绿的海利亚平原 目的就是为了给族人更合适的生活环境 只是他的手段太过激烈 他带来的只有恐怖和困乱的邪恶 并且毫不在意的伤害任何其他种族 加龙多夫最后的结局也是所有系列里面 真正确定死亡的一作 大狮之剑砍上了头颅 加龙多夫整个石化 并且与海拉鲁王整个旧海拉鲁世界 通通埋葬在了大海之中 之后的成人时间线上 就不再有加龙多夫出现 黄昏公主的加龙多夫 黄昏公主的加龙多夫与十字笛可以说是同一人 在孩童时间线由于林克回到童年时代 加龙多夫的阴谋被揭穿因此被捕 虽然他被处刑但可能是神的玩笑 让他得到了梦被引求的三角力其中之一 力量三角 因此他无法被杀死 只能被六弦者的剑刺伤 并且被放逐到黄昏世界去 但是加龙多夫是个足智多么的人 他暗地里操控并洗脑了黄昏王国的战斗 并利用他夺取黄昏世界的控制权 来借此逃离黄昏王国并回到海拉鲁 黄昏王国的加龙多夫与其说是个魔道者 或是说他的力量来源是力量三角 不如说他才更该拥有智慧三角 他可以颠覆一个王国夺权 被地里的操控人心 这也许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王国之类的加龙多夫 时隔18年 王国之类的加龙多夫再次登场 这也是目前大家最认识的加龙多夫 虽然我们不能理解到底这个加龙多夫 跟之前的加龙多夫有何关系 现在萨达达官网有了繁体中文版本 在历史这一块 目前旷野之旗和王国之类 是被独立在其他时间线之外 我们就当作这两座是萨达达世界的重启吧 所以现在的加龙多夫 有种像是中烟者本人的感觉 火红和头发和高壮的身材 而他也成为了这世界上邪恶的来源 加龙多夫这时候的强大 来到整个系列座的顶端 在他夺取了秘石之后 他被称为魔王 他和他的手下征服了整个海拉鲁 他的强大甚至在力量还没完全复活之时 甚至可以折断大石之剑 但是他不是只有力量而已 他更多的是他的战略智慧 在旷野之旗 他的化身在历史准备复活之时 他密谋夺取了守护者的力量 把本来用来对付他的武器 转变为自己的军队 在王国之类 知道自己打不赢海拉鲁王老鲁 便密谋夺取密石 借此取得可以抗衡光子王老鲁的力量 先不说他的行为可异 但是以结果论来说都是成功的 加龙多夫的黑暗魔法 不管他是不断的怎样败给林克 加龙多夫的战斗能力 可能不是海拉鲁最顶尖 但是论魔法能力 他绝对是海拉鲁最强 我们就来看魔王的象征 黑暗魔法吧 但是黑暗魔法是有点搞笑 俗称乒乓球 是的 在实力的时候 加龙多夫的战斗方式是丢出一堆光球 然后你就在小小的地板上啊 弹啊弹啊弹 不过这时他最强的状态 还是变称成野兽加龙的时候 不过回到我们黑暗魔法来说 在黄昏公主的加龙多夫 由于获得了力量三角力的关系 他成了不死的化身 在那一刻就不再是凡人 只要他有足够的时间 三角力给他力量 可以慢慢削弱任何封印 甚至他的黑暗魔法 可以侵蚀战特的意志 将自己化身成为一个巨大脸型的邪恶化身 加龙多夫他的魔法力量 甚至赋予他创建怪物军队的能力 不过这些黑暗魔法最重要的 不是像会会那种explosion啊 而是时间才是他最大的优势 不论是拿到三角力或是觅食的加龙多夫 对他来说一万年就仿佛一瞬间 在海拉鲁的瘴气 就是他长久的封印时间中 慢慢延伸出来的邪恶魔法力量 其强大甚至可以抵挡大使之间 甚至折断大使之间 不过不管是操控人心召唤军队 甚至让自己解除封印 最大的因素都是时间 这历年来累积的怨念和仇恨 才是让他的魔法强大的主要因素 加龙多夫的武器 与人形态的魔王加龙多夫的决战 不论是黄昏公主的单挑 或是风之律动的决战 一般来说都会是硬碰硬的肉博战 当然咱们加龙多夫都是输人来访 但不可否认的是 加龙多夫是一位出色的剑客 甚至在王国之类里面 他可以使用刀、长枪跟大棍棒 更不要说还有魔王之功 他有出人意料的速度和破坏力 并且也有和林克一样的灵敏的闪斗能力 这些都是历代以来从没见过的加龙多夫 不过我们比较少被提及的是 他的武器 其实在历代以来都没有被特别命名 除了他在野兽形态的专武三叉吉 然后他的名字就叫三叉吉 嗯合理嘛 总不能三叉吉说成是猪把子吧 加龙多夫第一次使用武器 并不是人形态的时候 而是变身成加龙之后 两把巨大的金色刀刃 没有特殊的名字 但是刀刃上可以看到代表格武的防御装饰 风之律动的加龙多夫延续了二刀流风格 他的武器是双刀 并且在刀身上刻有小梅与小竹的古代海拉鲁文字 在王国之类的瘴气武器上 也有这样的文字 这也是王国之类对风之律动的致敬 加龙多夫的二刀流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激动程度非常高 风之勇者林克其实不是对手 是靠着萨尔达公主背后偷放冷箭反弹 才达到了加龙多夫 原本以为这样的二刀流会是加龙多夫的特色 但是来到黄昏公主变成了单手武器 加龙多夫的武器有了正式名称 就是六弦者之剑 那个当初处决他的武器 加龙多夫这时候的战斗风格 不但有格挡 斩抖 也有回旋斩 但这时候加龙多夫相比二刀流稍微笨重许多 也许更强大的反而是他的骑满能力 王国之类的加龙多夫则是历代最强的剑客 他挥舞着一把华丽的武士刀 也就是所谓的仗戟之剑 而攻击 闪躲 反击 一气呵成的动作 因为跟林克的动作大概八七项 你能做到的加龙多夫也都能做到 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加龙多夫非常熟悉 不如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武器 任天堂明星刀乱斗的加龙多夫武器 则是类似骑士双手剑 只是这边的加龙多夫刷起来笨重得多了 外传性质的萨塔无双海拉鲁全明星 加龙多夫的武器又成为了二刀流 这把剑也挺有趣的 因为从他的英文中翻过来就是中烟之剑 可以看出来是对中烟者的致敬 也或多或少透露了官方认定 加龙多夫就是中烟者的继承人 个人特质 加龙多夫给人的感觉 一直以来都是分饰技术但有冷酷的形象 甚至在风之律动里面 还带入了他对于族人长久以来 被凯莉亚人相对剥夺而不满的背景身体感 但是这个冷酷的形象也变得很快 可能有精神不稳定的特质存在 例如风之律动中 当国王触碰到了圣山脚许下愿望 希望整个旧海拉鲁和加龙多夫就此沉入大海 可能是给予愤怒或是给予不屑 他开始歇斯底里的大笑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情况是 王国之类中 当他一谋得逞 他暗杀了索尼亚女王成功 取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密使 我相信所有人都被他那灿烂的笑容 惊掉了下巴吧 由这个暗杀可以得知加龙多夫没有道德感 甚至在宋神三角力中 关于他来到圣域夺取三角力的故事里面 他也是杀掉了所有他的追随者 企图独尊三角力 而且也非常的易怒 并且有极大的至尊 面对林克的挑战 在弱败之后 他从不屈服他失败的事实 而变得歇斯底 他可能会任其力量暴走 变成野兽形态 又或是直接吞下密使 称为黑龙 与之前所有的野兽不同 黑龙是加龙多夫的新形态 这也是过去没有的形态 但我相信 加龙多夫是绝对不想吞下密使的 他已经有了长生的能力 魔王的力量 他想要的是征服这个世界 而不单单只是一头野兽 然后失去了自我的意识 结论 加龙多夫作为一个纯粹邪恶的存在 但他的文化水准也是很高超的 他在加龙城有高超的技巧 弹奏的滚风琴 虽然他有许多自大狂的特征 他渴望权力 但他不只是个盗贼而已 他也是个战术家 心理操纵者 欺骗大师 他向来都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 不惜伤害他人 甚至背叛自己的种族 甚至派出吉波德对付自己的族人 虽然傲慢且目中无人 但他从不轻易出手 一般来说 他都是派出自己的手下 来去和所有的敌人战斗 在他的高超计谋与战略下 他从来都是获胜的那一方 但就如我标题画面所说的一样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文物双全的人 而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从来也都只有一个 低估了林克与萨达背后的 勇气信念甚至所有人的支持 当然这是加龙多夫无法理解 也是加龙多夫唯一欠缺的 好的 那么本期的人物传 加龙多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假如你喜欢 想继续看更多其他人物 那就麻烦你留个言 按个赞 订阅一下本频道 让我知道 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影片最后感谢Hustle Castle的赞助 你下载游戏的支持 可以让频道走得更远 那么我是阿洋 大家拜拜 拜拜